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军演到处都有 美国跟他的盟友 中国跟俄罗斯都在搞军演 中国单方面在台湾周边连续性的实弹演习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那么其实这两天大家关注最多的应该是这个无人机事件 从刚刚开始发在网上的这些照片 让人们能够感觉到有点像笑话一样 过来的竟然是中国的民用无人机 然后我们看到台湾的阿兵哥用石头来砸他 紧接着我们又看到 其实岛内有人在质询 为什么不进行反击 这是军人失职 然后蔡英文总统明确的说 我们在克制 但肯定会进行反制 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最新的报道 再次遇上来自大陆的无人机 台湾士兵用信号弹进行了反击 其实是一种驱离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胡叼盘就开始发表文章了 他说这是多年以来台军队大陆飞行物第一次发射实弹 他认为这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信号 他甚至警告 如果来自大陆的无人机要是被击落了 那么有可能 中共会对台湾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听起来像什么 像制造借口 而且净可攻退可守 按照他的说法 你现在只是用石弹攻击他 还没把他击落 击落了他才会反制 那么即便就是真击落了 他会不会反制呢 但借口已经有了 他要的就是这个 至于什么时候动难说 因为他现在要造成一种态势 就是在台海周边进行演习 实战化演习 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我们也知道 中共的二十大马上就要开了 围绕着北京 越来越多的城市被曝光 动不动就隔离了 所以现在真的爆发危机的概率 不算很大 原先我们就在说 最怕的是什么 就中国内部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 西盘感觉到必须要有一个大动作 来体现他连任的价值 很容易让人们想到 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不敢对外进行军事冲突 那么就打一场内战 后来人们逐渐的能看得到 就他的连任基本上是稳的了 所以呢 他现在要先拿到大义名分 是吧 这毕竟是 这个这个 邓小平以后 十年换届 这是他唯一的突破 所以他可能 会在换届以后 再去动手 不得不说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 这还是个好消息 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导致大家政治上的站队 在经济上必须要进行割裂 那么到了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 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是相当复杂的 所以呢 不能轻易的切割 有太多的国家 站出来说话 但是说的话 其实 都是在牵制着西方 希望他不要进入战争状态 把未来会发生的东西 说一下 做个警告 希望 希望不要急急忙忙的 在亚洲开打 但是 周边国家的一些评论 其实非常清楚的 能够告诉我们 打台湾是他连任的借口 他一直把这个 作为他人类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可以说 今天发生的一切 看起来是一架小小的无人机 实际上围绕着他的博弈 背后的弯弯绕 比人们想象的 可能要多一点 打吧 这个这个 给中共 送借口 不打吧 岛内的民意 尤其是反对党的呼声 是吧 讲起来反正也挺被动的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面对着敌人 要双线作战 我们非常欣喜的能够看到 在台湾有很多人 发自内心的 表示自己 不仅不惧怕 而且做好了 最后的准备 但事实上 我们看到的整个环境 不见得很好 最近几天 围绕着台湾的价值 其实有一些 声音发出来 比如说 在今年 台湾就要开始 进行三纳米的 芯片生产 2025年 就要开始 进行两纳米的 芯片生产 这都是在告诉别人 我很重要 这其实是一种 隐性的求助 但也有不好的信号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芯片的出货量在降低 整个世界经济的萎缩 导致 对半导体产业的需求 在今年 有一个下降 全球经济 在复苏的过程中 陷入了 通货膨胀 带来的经济衰退 这一切 都在让人们感觉到 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 真的要重新洗牌吗 重新洗牌 就是一场 世界范围内的战争 从哪里打响呢 欧洲这个战场 已经打了半年了 下一个战场 会是亚洲吗 所以人们非常谨慎地在 注视着每一个动作 目前围绕着台海的一些动作 其实 是全球都非常关注的 只不过我们 很多人好像 都已经麻木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